刚刚看完了美食的香味 继续我们要说的就是猛男的捍卫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第二个故事 我们要告诉你台湾的搬家业 一年居然有高达100亿的商机 而且其中的70%的业绩 都是来自于新竹以北的民众 换句话说 就是北部人比中南部的人更常搬家了 而今天我们为您介绍 这个是台湾规模最大的一家搬家公司 这家公司很厉害 一个月的搬迁件数超过了3000户 而且很多的政商名流 还有偶像艺人也通通都是他们的客户 而至于这公司的老板就更厉害了 他是从货车的驾驶开始做起的 他靠着自己的力量 一点一点的存钱买车 从23岁就开了货运行 一直到现在半百的年纪 才决定转行做精致搬家 所谓的精致搬家是什么呢 就是颠覆过去一些搬家公司 给人比较粗鲁的印象 那我们看到呢 从这个包装到搬运 都是采取像这样子 非常精致的服务 而且他们的搬运人员呢 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必须要有标准的身高体重之外 长相还要俊美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都有一身非常结实的肌肉 看着猛男抱惊彪悍的搬东西 你不难想象 为什么人家的生意好到搬不完 肌肉结实的搬家人员 一字排开 这群猛男该出力的时候 扛钢琴爬楼梯 只能算练身体 翻过一千公斤了 对 用一些我们的机具 那个县政府前面一个石标 保持体力 早睡早起 该细腻的时候 打包鲜鲜莲花纸的观音像 动作也能比女人更女人 像这种手都很细 所以说你要这样子小心 小心一点往下面塞 塞住让它填充 要进这家搬家公司上班 先听听老板的甄选条件 170到180 70公斤到80公斤 没有琴哥 没有刺青 不吃槟榔 态度要亲切 每一位员工都经过老板 亲自挑选 你觉得你的优点在哪里 认真学习 虽然我不聪明 但是我会做笔记 OK 拥有如此抢眼的门面 工资根本不用打广告 一年业绩上砍三亿 让同业又羡慕又嫉妒 这家全台规模最大的搬家公司 每个月的搬迁件数平均3000件 遇到好日子 一天搬上150户也很正常 师傅从早到晚跑个没停 遇到五楼六楼 阿楼一排在那里 再进行 长得有点像中年版金马奖导演 代理人的搬家公司老板康田 是全台第一位把搬家服务 精致化的业者 以前师傅搬家店 哪需要这么费功夫 冰箱要穿衣服 一经一幕也要穿衣服 架子柜子还得用保鲜膜仔细包好 还有完全不用顾客动手的 顶级服务 可以不用动手 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 架上了古董 纯贵的碗盘 甚至个人衣物 全都帮你打包装箱 康田说 以往搬家公司 经常给人粗鲁的印象 他自己的搬家经验也不好 直到一居温哥华 体验国外搬家 那种以客为尊 把家具当精品搬运的态度 他才决定 把加拿大的搬家方式 整套移回台湾 从进口的搬家工具 从加拿大引进搬钢琴的工具 从国外运回来 结果我们的员工不想用 因为速度太慢 到车辆加装卫星定位 现在我们师傅已经在南极 或早上在停车 那应该在附近 那你再稍后一下 灰色的状态就是表示 他是熄火的 那可以知道说熄火了 那还可以知道他熄火了多久 像是绿色的话呢 就是在开车当中 像这位 这个就在开车当中 那开车当中 你还可以看到他开多快 你好 你好 免费到辅物价 厨具管盘呢 你们是自己整理吗 还是我们这边派人来帮你处理 帮我们一起处理 一起处理是不是 东西班好了 客服人员还会电话追踪 现在服务台顺利吗 谢谢您 那我们师傅完工之后 拿发票以后再给您呢 召客诉三次的师傅 就谢谢再联络 只要客诉三次 它不适合这个工作 康田很懂得服务业 因为他是从服务业的最基层做起 民国67年 他退伍后考上驾照 随即进货运行开货车 我是捐了贷款的小发财车嘛 所以我就很努力很认真的在跑 其他同事不跑的 我都通通接下来跑 所以我那时候的营业额 可以说是同事中的第一名 假日的时候更不用说了 我都不想出门 因为我都死不得会漏掉一通电话 其他司机嫌脏嫌麻烦的活 康田全接下来做 他甚至沿街招揽生意 一年后他就自己开货运公司 那年他才23 我那时候的义务量平均两个月 增加义务获取 那时候的吃门 还用铁线去把它绑起来 才能够固定 对 很可烂 一三五起出车 一三五起出车 1993年 康田的货车达到一百步 这一年他决定转型做精致搬家 花上千万改装车辆 彻底颠覆传统公司的经营方式 却遭到同业的恶意攻击 他们也用了一些比较不好的方法 然后来对付我们 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说 就是觉得说蛮不好的 不管黑寒还是恐吓 康田不改正太经营的理念 五年的时间公司业绩就破亿 还接下台湾史上最大的搬迁案 三军大学迁移 耗时三个月 每天出动10辆15吨的卡车 最辛苦的就是图书馆的部分 里面15万册的书籍 馆长跟我说 这些书籍搬到新家 每一本都要跟原来的样子一样 所以我在每一箱里面 设计一个平面图 然后由专人来装箱 由专人来拆箱 四年前公司换了新头家 介绍一下新头家来 这位就是新头家 对 这位是我们的新头家 大子 那是我大儿子 以前只有一个位置 可是现在是两兄弟 所以就设计了两个位置 他们兄弟感情很好 所以不会龙虎洞 以前就是在大学时代 那反正是遇到周末跟暑假寒假 都是要帮忙出车 都是要出车去帮忙搬家 那我想这个也是给我很好的机会 因为这也可以让我真的体验到 第一线的人员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辛苦 棒子交给两个儿子 康田现在不当老板 要当老来风 戴上头衣墨镜 骑哈雷的英姿 不知迷死多少女生 酷阿峰说 年轻时忙到没时间玩了 现在老了 要玩回来 六部百万级的哈雷机车 全是他的宝贝 现在哈雷环岛已经完成了 未来要挑战国外长河旅行 除了玩车 康田还玩设计 他亲自动手改装办公室 红砖墙壁 复古装潢 搬家公司 晚年画廊般典养 泡茶区取代会议室 边泡茶 边聊天 边谈公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泡茶文化 在我们公司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证 拒绝方案的一个办法 当然玩孙子也是他退休生活后的 最大乐趣 怀抱着第三代 康田脸上满是做阿公的骄傲 当年从货车司机开始坐起 靠着自己的力量 拼上业界龙头位置 而这份挑战自我极限的能量 他希望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是下场 是下场 Move it